第二关结束了 这位里面的他就是高手了 三个人 除了我们的小和尚 我们要介绍一下 这个左侧的这位帅哥 隆重介绍一下 隆重介绍一下 他是星星们的掌门 人叫星仔仔 这个右侧的这位 无略不及了 这位卷心菜大叔打正有的 好 介绍完毕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这道题目 哦 第三关的题目很长吧 很长咱们来慢慢看 首先呢 要求是要填入四到九中的 合适数字吧 那也就知道提了限制 限制什么呢 只能在框里面填四到九吧 那哪些数字就不能用了 0 1 2 3 就不能用了吧 好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来看一下 使得第一个加数的 各个数位的数字要怎么样 互不相同吧 那也就是第一个加数中 你看一下 四和九已经没用过了吧 是 所以这两框里面 还能在填四和九吗 不能再填四和九了吧 好 第二个要求 好 再看第三个要求 并且组成它 这个它指的是谁 第一个数 指的是第一个加数吧 组成第一个加数的四个数字 和组成第二个加数的四个数字 要怎么样 要相同吧 要相同吧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这四个数字要和这四个数字怎么样 完全相同吧 好 而指是什么不同 顺序 顺序不同吧 好了 那也就是这道题 和咱们之前的 例一也好 例二也好 例三也好 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对吧 首先它可以选择的数字怎么样 范围有限制了吧 第二个 它会有一些 这个数字的相等的要求吧 在之前没有出现过 所以有这道题 其实比之前简单还是难呢 你想一想 应该是简单一点吧 为什么 要求越多 限制就越多吧 限制越多 那我的可能性就怎么样 越少吧 对吧 所以同学们应该开心吧 对吧 好 笑一笑 对吧 好 那继续 笑一笑还不行 对吧 笑一笑 维码这道题做出来吧 那么来观察一下这道题目 根据题目中所说的条件 第一个数的数字 和第二个数的数字要完全相同 第一个数中出现了 九 说明第二个数中肯定有 九 九填在哪 肯定填在这两个框里面 对吧 好 第二个数字有 八 第一个数肯定也有 也有八 对吧 这个八肯定填在这两框里面的 某一个位置吧 所以也就是我们发现 这道题的突破口是什么 就是题目中告诉我的 第二个数字 数中肯定有九 第一个数中肯定有八 现在唯一不知道的是什么 就这个九填哪 八填哪吧 好 咱们慢慢来 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九入手 咱们先试着把九填在百位吧 和另一一样 如果你确定不了 左右两条岔路 到底选择哪一条吧 现在就看人品了 对吧 你知名币 这个字朝上就是左 对吧 你这个花朝上就是右 你别管了 现在咱们随便先填一个 把九填在百位吧 这是咱们讲在数字民中的 经常会用到尝试的方法 对吧 慢慢尝试 先把九填在百位 好 就填在百位之后 我们来观察一下 四加四 能等于九吗 不能 不能等于九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百位向千位肯定有尽位的 对吧 好 再观察一下 九加八等于七吗 不等于 不等于七 而是等于十七 说明各位向十位也会有尽位吧 对吧 好 那继续观察 这个数加九等于十四吧 谁加九等于十四呢 五加九等于十四吧 对吧 但是有同学说老师啊 你这个倒不一定啊 对吧 五加九等于十四是没有问题 但是万一 万一什么呢 万一十位向百位也有尽位呢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是啊 如果十位向百位也有尽位的话 就不是框加九等于十四了 而是框加九再加一等于十四的 是 好了 我们把这两种可能性都写一写吧 好 一种可能性是框加九直接就等于十四 对吧 我们都知道这个框里面应该前五 对吧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框加九再加十位的尽位 对吧 这个等于十四吧 好了 看一下 九加一等于十 谁加十等于十四 四 四加十等于十四吧 所以 这个地方就两种可能 一种是五 一种是四 好了 我来问一下 到底选五还选四 选五啊 为什么不选四 因为是用过 因为题目中明确告诉你条件是什么 在第一个数中 四还是在出现吗 不能再出现了吧 所以只能填五 而且一旦填五还说明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十位像百位怎么样 没有轻位吧 对吧 好 那继续观察一下 五已经用过了吧 在第一个数中出现了五 所以第二个数中肯定要出现五 五 而第一个数中肯定还要出现八 所以就这样填八吧 但是这个时候梦想破灭了 梦想破灭了 八加五怎么样 等于十三 等于十三 有什么 有敬畏了 有敬畏吧 对吧 而且 这个还得再加一吧 对 还得是十四更有敬畏了吧 嗯 是不是更有敬畏了 是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假设是不需要出现敬畏 但是最后 还是出现了敬畏吧 嗯 那说明了什么 假设不成立 这地方有问题吧 嗯 也就是我们选择 左边这条岔路怎么样 此路不通吧 嗯 那怎么办 说明九不能填在 百位 百位 所以这个九只能填在了 十位 对吧 九填在十位 那这个时候九的位置就固定了吧 对吧 九的位置固定了 那么下面考虑八的位置吧 嗯 八的位置有两种 要么在百位 要么在十位吧 好 那你随便试一试 比如说把八填在 十位吧 嗯 好 那现在加一加 九加八等于 十七 对吧 进位吧 进位 九加八再加一等于 十八 哎 加一加 对吧 嗯 九加八等于十七 十七再加一等于 十八 对吧 写八进 一 一吧 嗯 好 然后继续 框加框再加一吧 嗯 框加框再加一 注意 不是等于四 而是等于 十四 十四吧 嗯 为什么 这个地方肯定要 进位吧 对吧 这个不是我假设的 是题目中 肯定有了吧 对吧 好 来加一加 框加框再加一等于十四 那说明框加框等于 等于十三 十三 哎 有听说老师啊 框加框等于十三 可能性很多啊 比如说四加九 比如说五加八 对吧 比如说六加七 但是注意 这道题还有一个隐藏条件 你观察一下 上面有八 下面有八 对吧 上面有九 下面有九吧 对吧 上面有四 下面有四吧 上面有框 下面有框 说明这两框怎么样 应该是一样的 肯定要一样吧 嗯 对吧 那你想这两个一样 加起来等于十三 有吗 没有 没有吧 对吧 最接近的就是六加七了吧 嗯 六加七等于十三 但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 这个手还能再填吗 不能了 填不下去了吧 嗯 那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选择岔路又错了吧 是 但是注意 这不是九错了 而是谁错了 八错了 而是八错了吧 嗯 所以从来 九 八 对吧 那也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九和八的位置 完全确定了吧 是 但是注意 老师怎么确定呢 我们是一条岔路 一条岔路去试吧 嗯 如果这条岔路不通 那么赶紧回来 换另外条路吧 嗯 明白没有 明白 好那继续 九加八等于十七 有净位吧 有 然后 他加九再加一 肯定有什么 有净位 肯定有净位吧 嗯 为什么你想 九加一已经是十了吧 十再加上这个数 而且这个数 必须是在四到九中选择吧 是 所以 十加他肯定会有净位 净几 净一 净一吧 嗯 对吧 好继续 八加框再加一等于十四 对吧 好写一写 八加框再加一等于十四 对吧 八加一等于九 九加谁等于十四 十加五 九加五等于十四吧 所以这个位置前五 那么另外呢 这个位置也应该前 前五 五吧 嗯 好了那下面就简单了 五加九再加一等于十五 写五进一吧 嗯 所以现在就全部做完了 四千八百五十九 加上四千五百九十八 等于九千四百五十七吧 哎 这个数字笔做完之后 大家不要先着急 对吧 你不要说哎 大功告成了 我们要注意 在做这个数字笔的时候 你确实做完了吧 嗯 做完之后 最好带入题目条件再检验一下吧 嗯 这个题目有几个条件 三个条件 对吧 第一个是只能用四到九 是只能用四到九 嗯 第二个 第一个数字 它的 第一个数中所有的数字都互不相同吧 是 四八二五九 互不相同 嗯 对吧 第三个条件 这两个数的数字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四五八九吧 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道题 最重要的方法 好像咱们没用到什么低位啊 高位什么近位突破 对吧 嗯 主要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尝试计算吧 对吧 两条岔路 到底选到哪条 你要尝试一下 对不对 对 好了 那么然后呢 看一下老师的具体解题过程 同学们这个可以暂停视频 慢慢看 好吧 老师给大家过一过 你看 尝试计算吧 对吧 有哪些情况 尝试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老师的过程 到目前位置呢 最后把八和九的位置固定下来了吧 对吧 八和九的位置固定下来之后 然后最后 就到这个位置前五吧 五 然后五有了 那么剩下全都有了吧 是 好 这道题老师要给大家传授的秘诀 就是尝试计算吧 嗯 好了同学们来听一听老师的读门秘诀 特殊要求很重要 与众不同是关键 是 是